网派买东西 网购买东西 如果不取货 可能会被告 这是有个男子呢 他在同一家女装下标了高达五次 可是都没去取货 这买家非常不甘心 运费损失了 于是报警 男子最后竟然被医 毁气损坏罪送办 我要超商取货 上网购物到超商取货付款很方便 但你知道吗 如果网购后不取货 可是会触法的 新北市一名男子 在主打免运费的购物网站上 以每笔300到500元网购女装 连下五次标 每一次卖家都准时出货 但连续五次男子都没去取货 卖家气得报警 警方说买货不取货 涉嫌刑法回弃损坏罪被含送罚办 我不知道涉及什么损坏罪 太夸张了吧 我不知道 你没有去取货的话 还有罪责就不知道 不光民众不知道 连网购业者也不晓得 网购选超商取货付款 却故意不去拿 涉及刑法第355条回损罪 规定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 单独超取的订单来讲的话 应该有10%可能没有去取货 买家不取货 顶多就是拿到负品 运费损失都是卖家自己吞下 但现在知道法律有这一条 民众网购钱可要三私 一直不取货 可是会面临牢狱之灾 记得杨钢与徐梦兰台中报道